政坛消息带您来关注 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蔡英文 受邀到新竹的城隍庙来参加中原祭奠 而她也顺势的为立委参选人柯建民站台 其实这短短6天之内 蔡英文两度回房替柯建民造势 看得出来民进党夺下新竹市立委席次的决心 而面对今天台南市长赖清德 相隔了200多天重返议会 蔡英文除了说赖清德扫除黑金 对她有尊重还有肯定之外呢 也要把这个党团在下个会期 要把地方制度法先列入优先法案 受邀新竹城隍庙中原祭典 立委参选人柯建民紧跟蔡英文身旁 短短6天2度回房新竹 再为柯建民站台造势 不过就在28号上午 聚进议会的台南市长赖清德 相隔234天上午重返议会 接受备询 蔡英文给予尊重 我们尊重她的决定 但是也肯定她对抗黑金的努力 民进党不会让赖市长一个人 不均奋战 我们在下个会期 会列为优先法案的 就是地质法的修正 立体赖清德扫除地方黑金 下个会期还要党团将地质法 列入优先法案 蔡英文选情看好 连一项蓝大于绿的新竹 布什也能听到民众高喊 总统好 成为下任总统 蔡英文呼声高 至于对未来组内阁 直言不会采用台北市长 柯文哲任用局处首长的 iVoting领选 遭质疑打脸柯市长 因为我是政治素人 所以我没有继承的班底 所以我当时只要向天下征材 我们也尊重其他的人的取材的方法 我们也没有否定的意思 那么将来民进党如果有机会充满执政 我们取材的方法应该有很多元 柯文哲笑称自己是政治素人 替蔡英文缓夹 蔡英文也急忙解释是尊重而非否定 而面对国民党总统参选人红秀柱 抛出柱青4.0政策 民进党中央则认为实行上有难度 11是红伴为了选举提出来的应急政策 华语新闻林俊廷 谭一轮新竹采访报道